各位朋友大家好 這裡是李源門三家村避風潭 昨天下月曼雨 但是今天天氣還是灰蒙蒙 這個位置就是空氣的指標 我們怎麼看這個情況 灰蒙蒙 焗熱灰蒙蒙的日子沒有風 其實已經很久了 那究竟為什麼呢? 是不是空氣會這麼嚴重? 好了 牽涉另外可以跟大家講解一下 所謂被誤會為香港是一個漁村 這是三家村 這些只不過是一些作業船來的 沒有打魚的漁船 其實三家村是沒有漁民的 就不是一個漁港來的 這些林林總公作業船 還有就是有幾隻游艇拍在這裏 不是用來捕魚打魚的 這個要教大家清楚 那就是說 其實李源門歷史就是一個石礦場 那六十年代就轉型發展成一個賣 海鮮的地方 然後變成一個海鮮莊 於是乎已經買了海鮮 那海鮮全部都是外來的 那就是六十年代的轉型 因為石礦不可以再用火藥 那所以他們呢 那那些石礦主要不可以再打石工 就是這樣的歷史分析 那就是給大家看看李源門的情況 這個就是避風堂 那而這個工業區就是以往的海鮮客的來源 那今時今日都一路改建變成召集了 那這些停了頂了 開始插帆 那另外那個地盤又在建 你可能